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 供奉着释迦摩迪佛 佛顶无舍利的牛手山 因佛教文化的因缘 来到了黄袍佛国 台国 为大家献上一场文化盛宴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妙音产运 中泰文化交流活动业出在现场 我是主持人 柳草 中国与泰国 自乎以来都保持着友好往来 两国文化更是在历史长河中相互交融 相互应克 血脉相廉 自中国提出一旦一路上以后 两国在科技创新 外交与国防 旅游业 懂业 文化等各个领域 合作更加密切 尤其在艺术文化上的交流 让两国人民越走越近 也越来越相互了解 为了更好的交流 就必须相互了解彼此的文化 由中国南京牛手山艺术团 中国南京牛手山艺术团 中国南京牛手山艺术团 和半古吞吞吞吞大学 共同打造了这场 妙音参与中泰文化交流演出 希望通过交流互动和文化体验 可以为两国文化交流 及增进了解处于分力 在这个部 эта 今天的内容是有点好 要来解决一个 标准的方法 在这里的情报 建议俄立文化 在中国中文化 的代表 简直的法置 我先向你祖先登台 中国南京位于长江游律 自古以来就是山清水秀 人节地灵 四季分明 附属繁荣 唱响于世界著名的中国名歌 莫里花就发源于此地 她唱出了艳阳之下花朵的芬芳 也唱出了人们热爱生活 热爱大自然的美好心愿 而莫莉花也深受太多人的喜爱 在送班节 人们经常购买莫莉花花 用于拜佛 祭神 以及向父母长辈和所尊敬的人祈福 一朵莫莉两国人爱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心上 从中国南京 扭手衫飘来的莫莉分芳 我们在中国的美国的美国人 是只有美国人的美国人 是世界上的美国人 美国人的美国人 我们继续来自然的美国人 我们会用美国人的美国人 是一位美国人的美国人 甚至是大人的美国人 或是在美国人的美国人 我们在美国人的美国人 也计算我们的美国人 如果您能够订阅一下,您能够订阅一下,您能够订阅一下 在刚刚的舞蹈中 我们深深感受到了 茉莉花的玲珑纯洁 在我们中国 民间传统乐器 丝主乐中 流行于江苏南部 和浙江一带的江南司主 他的演奏风格戏里 取调违宛流畅 反映出江南人 秦老普世 气质含蓄的性格特色 乐趣很多 都是来自于 中国民间风俗的音乐 或是长期流传于 中国民间的古典曲牌 由鄧麗君小姐演唱 且红遍亚洲的小城故事 让我们在传统与经典中 细细品味 江南的韵味 今天我们预备了两个歌 来给各位朋友们 都能感兴趣 第一个歌是一首歌 是一首歌 因为人们跳舞 是一首歌 第二个歌 是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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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是一首歌 这个歌 是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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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 24年 在中国 文人喜欢 a lineup 我知在细细的毛米间画画上不同的形状 有的捐细,有的彰狂,有的潇洒,有的有力 自如其人,中国的文人喜欢用这种含蓄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个性 中华武术更是为全世界人民所熟知,是中国的一张名片 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文武兼备,脱墨有力,武去内海 下面这个节目让您同时领略文与武的魅力 这些东西是中国人的感觉,是中国人的感觉 这是一个世界上的感觉 这些东西是有的感觉 和美国人的感觉 和美国人的感觉 我们会看看能否有什么样的事 如果是几乎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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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您的感觉更多的感觉 争冠年间 高僧法荣禅师就在南京的牛鼠山中修行 德禅宗四祖道信低传心法 创立了牛头禅宗 接下来 就是根据法荣禅师所筑的修行指南 心明编创的一首经歌 让我们跟随百转千回的唱腔 去冥想佛禅的境界 当时在这段时间的关系 我刚刚在那个语言之后 在这一段时间的分钟 是4月5日公里的奖述 大师的去世上 在这一刻 是在这一刻 中的传统的包吨禅师 身边是在这一刻 甚至是故随时 某一刻 上的本人的生命 在这个音乐中 人的语言 上的精彩 在此之后 我们将来看到 《公园筑法荣禅师》 《公园筑法荣禅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远一遇 生死而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